又當爹又當媽也挺好 我家孩子也就不像單親家庭 不像那種感覺 李鴻家孩子父親會一直這麼講 我都不要的 反正孩子上學 這些費用都我拿 都我拿錢 我家孩子航空大畢業以後 一開始分配到大熱幕車 大熱幕車以後 帶一堆又給調了第二局 可以這麼講 我該付出都付出了 陳大哥跟鴻娘說 自己問心無愧 如今也早已想開了 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 如今人到暮年身邊沒人陪伴 這讓陳大哥有了找老伴的想法 最想早就能過日子 對我一星期一過日子 首先咱們是想找年齡在哪個範圍 年齡最好 八十八 小比小太多了 大不能超過五歲 小也不能小過十歲八歲的 是不是太大太小的話 有帶個住房啊工資啊 最好是有退休的 退休工資少點也可以 少點最少已經是多少人能接受過 最少也得一千 一千一千兩千以內吧 邋遢的不可以啊 最起碼找人立即乾淨了 男女子也沒有抱擁親成不了夫妻 這個我都能做到 陳大哥一直強調真心實意 就想找個能陪自己走到老的人 於是鴻娘聯繫了一位心機善良的大姐 而且啊這位大姐也住在長春 黃瓜五十七歲 桑 現住址 長春市二道區租房住 住房面積六十八平米 退休金兩千八百元 有醫保 半天也沒下來 我直接就領大姐上來了啊 你叫我們下午的等 大姐姓王 叫黃瓜 管了大哥姓陳 叫陳建華 來 請進屋 進屋 不用換件 就接進去 陳大哥明顯沒有準備好啊 狀態也一直很緊張 不知道陳大哥給王大姐 留下了怎樣的印象呢 我就覺得不對 心裡不對 看他一眼我就覺得不是以後我愛的 走啊 親愛 找一找完嘛 是嗎 就是自己家這個呢 就是一吃一天就這麼大會 看了現在就知道 兩人可能領先見面也是抓省 嗯 我看起來感覺挺好的 黃大姐表示對於大哥沒有演員 但紅娘覺得呀 也可能是剛開始見面 還沒有找著感覺呢 這感情不都是落出來的嗎 你也是離的嗎 不是 我二人走了 啊 他趕兒喝壞了 16年就走了 我家那時候不是一般人 他也是個老闆 他們幹高速公路的 就說咱上飯店吃 就咱這樣小飯店從來都不到 你知道嗎 他去那飯店都是大飯店好飯店 每回回的時候 他手下很多朋友開的車都跟著他 我家那不是一般人 我都告訴你 你知道嗎 好 那標籤的過程中 為啥咱要提過去的老伴啊 就是怎麼那麼樣 對 為啥要提這個呀 那也提 可能就是 那我也不知道 那我就那個老伴 我就要一說就說人家唄 拿出來做對比這種感覺嗎 對 還是說對比啊 那不行 那不是跟人對比也對比不上 我家那不是一般人 我跟你說 好 全像是爺爺以前 他老公不是一般 都是一般人 有什麼不是一般的 我在省不自覺 建築公司 退休金是四千多塊錢 我家這些都挺優秀的 都比我強 就是我這個公園 我家還就是公園 但是也幹的工程 沒什麼 掙錢多錢也多 年目前七八百萬 太輕鬆了 一個月七八百萬啊 沒有 年中七八百萬 一個月幾萬塊錢 陳大哥覺得自己被對方小瞧了 倆人之間的火藥味也是越來越濃 就在這個時候 王大姐又說出了一句話